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完成咱们这个商品的列表 我们在这个一些4SS我都已经写好了 就不再浪费时间在每一行都敲了 大概就是我们哪个商品列表里面是用Flex布局 在小动讯里面Flex布局是一个主流 然后呢,注意到我们有一个单位叫RPX 这是小动讯里面的享用式的一个单位布局 我们的图片或者是一些元素 只要使用RPS这个单位 它默认就是支持小动讯 OK,这个我们待会在开发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体验 OK,下面我们先把我们的数据给渲染出来 首先我们把这个渲染的标题呢,把它删掉 我们的基本上一个商品的列表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小动讯里面图片的配置呢 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先把它的SRC搞出来 等于我们的item.image 这样图片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定一个class等于我们的image 它限制了它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宽度有问题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这种弹性的布局 我们在底下再放置别的核子 view这个class是container content 然后最后再来view 它的class是我们的action 分别发映不同的信息 然后这个图片呢 注意到这个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我们来到咱们的这个文档里面来去看这个图片 OK我们的这个文档找到我们的image 发现我们这个图片的这个参数呢是特别特别多的 src除了src之外modellazyload 这个model我们要介绍一下 就是小程序裁剪的一个模式 我们来给大家体验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商品的图片啊 我们在css里面定义的这个很宽 或者定义的三百像素 就是宽高不成比例啊 注意到这个图片呢就已经变形了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默认的啊叫model model等于aspect fit 就是适应宽高并且呢裁剪啊 确保图片能显示出来 保持图片原有的比例啊 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图片显示啊 这个比较自如一些啊 比较自如一些 OK然后呢再来显示咱们呢具体的标题的一个信息 这个content里面啊 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咱们的标题了 调title吧 放着我们的item 调title 然后title底下放着我们的tags啊 注意到我们之前的tag是一个 我来到咱们数据库里看一下 tag是一个数组啊 一些我们的商品的一个分类 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单在这个里面继续循环一下 在view里面 我们使用tags啊来循环我们的tags tags标签 我们使用ws-for等于我们的这个里面使用的就是item.tags 它叫tags 然后呢具体每一个渲染 是显示item 然后它的class是tag ok这样我们呢这个分类啊大概也能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action啊就可以简单显示一下我们的价格 显示一个人民币的符号 显示一个人民币的符号 里面放着item.price 最后底下还可以放一个我们的添加购物车的操作 当然这里面其实也可以放一个按照 比如说放一个加号啊 我觉得也是ok的 然后你把这个加号做一个这个背景加这个border的处理啊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tags来做添加购物车 啊也是ok的 就是class啊是我们的cart 我们的wxml里面使用一个view来做 ok宽度我们再设置一下就ok了 ok然后呢再设置一个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整个购物车的一个剩下就是一些简单的小驾驶啊 我们在剩下再简单的调一下就可以了 调调一下咱们的这个配定值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来做一下我们点击的这个向前线 我们点击之后呢希望能做一个页面的跳转 页面跳转我们使用这个 我们要需要新建一个这个detail页面 在我们的page下面有一个detail detail下面有一个这个wxml显示着详情页 详情页 然后呢我们的detail.js里面呢 显示着这个写着我们的data的一些启动的js 然后我们想点击它整个项目的跳到这个页面 我们需要在index.wxml这里呢 在最外层的这个循环wxml这个里面加上一个bind type 这个bind type其实就是我们的onclick这个事件 我们比如说我们叫做jump to detail 这个函数 当然小程序里面呢这个事件呢和view react里面是有一些明显区别的啊 我们马上就会体验到这to detail呢是一个js 我们把这函数定义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传递来的这个event 在我们的这view里面啊或者是react里面 我们写的时候呢可以如果想传一些参数 比如传当前的这个商品的ID 我们可以用to detail块号啊ID对吧 这种呢小程序里面是行不通的啊 小程序里面如果你想加一些参数 我们需要在这个整个组件这里啊 加一些属性 比如说我想把当前的ID传过去 我就加一个属性就id等于 我们的item的下号线ID 这个下号线ID是咱们的这个mongoDB里面存的 就咱们的原书库里面存储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体验一下 看一下这个打印的日志 点击一下这个页面 OK它的这个打定了一大堆啊 这是个事件 有一个current target下面的ID 就是咱们需要的current target 我们来把它这个做一下处理 来到咱们的这个js里啊 我们这里呢 啊我们打印一下ID等于我们 e.current target.id 然后呢我们使用wx.navigator2 去做一个页面跳转 跟我们的这个root.push啊之类的 是类似的 就是我们直接去跳转一个页面 url呢就是我们的pads 下面detail 下面detail 然后呢传递参数用问号id等于 这跟网页传参是基本是一样的啊 加上咱们的ID 加上ID啊 拼一个图串 然后我们来点击一个看一下点击啊 点击这个商品1 点击 OK它就跳转到我们这个详情的这个页面 我们详情这个页面呢去呢 去需要 获取到url上这个路径的参数啊 来到咱们的detail.js 其实我们这个detail.js 它这unload的这个 呃生命周期呢 它有一个参数叫options 我们把这个options打印出来 大家就能看到 它里面带的就是我们传递的这个参数 传递这个参数 所以如果我们把data这里面放入id等一个空字串 我们在这个这个里面啊 this.setData id啊 是我们的options.id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前端的页面啊 直接显示到我们这个详情页面的具体的信息了啊 我们使用view来包裹一下 当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初级入门的课程啊 所以呢 咱们就不对这个样式要求过高 我们这里是直接写个id啊 我们来点这个试一下 商品 这就是他的咱们商品的唯一的一个id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唯一的id呢 对我们的商品的数据进行查询 还有展示啊 我们下一步来做这件事情